白宫国安会针对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也做出了回应 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在北京通过了港版的国安法之后 美国的国务院以及商务部都已经在星期一分别做出了回应 那么就在6月30号星期二的早上 我也询问了白宫国安会关于北京通过了港版国安法 白宫方面有何回应 对此国安会的发言人约翰·尤利奥特就回应我说 他发出一个声明当中说 北京通过国安法违反了其对于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现在北京以一国一制来对待香港 美国将继续采取强力的行动 对抗那些扼杀香港自由和自治的人 我们敦促北京即刻改选更章 那么就在一个月前6月29号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当中才刚表示过 他说实施港版的国安法不但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 也违反了基本法香港的自治还有27年 这是香港人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悲剧 北京的做法逆转了香港的安全和繁荣 扼杀了香港人民的自由 香港已经不再享有足够的自治 特朗普总统说一国两制已经被一国一制取代 他当时责令了他的政府部门 来严宁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 制裁某些中国以及香港的官员 同时也要国务院重新审议前往香港的旅游建议 那么现在就通过了香港的国安法 白宫的国安会也发出了声明 希望中国能够改变他们的做法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 发自白宫的报道